旅客朋友们 澎湖南站就要到了 请准备下车 有人认识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澎湖特色 叫做鸡尾尖是吗 鸡尾巴 两块钱一块 是他们家非常销量 非常猛的一个锦细里集的 这个味道好奇怪 就是也没有不错 像个肉 感觉有点糊糊的味道 是吧 就这个味道 这是四个鸡尾巴还是一个尾巴 分成了四部 一个鸡就一个呀 一个鸡就一个 我现在吃了四个鸡的 好重口味呀 这个 没吃过第一次吃 长这么大第一次吃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呢在安徽省蹦步市 然后的太平街 然后发现了我要去吃一家鞋底烧饼 非常有蹦步风味的一种 一个特色美食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如果你不曾离开过 又怎么能够体会家的温柔 最想念烧饼家里一起 还是妈妈亲手做的红烧肉 港台街到百货大楼 长过山的美食一次 大姐您这一天要做多少个烧饼呀 一天 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 那你们是几点到几点营业 早晨七点 到中午一点 下午四点 到晚上十点半 咱们这个跟别的烧饼 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呀 不太一样 好 吃嘛 多 吃这个 你这开了有多少年了 85秒 啊 20秒 啊 这个就是小好嘛 现在已经变成老好了 老好了 这记得审子 啊 还有 还能发快递 对啊 记得审子就 行 那就给我来个你们家的交配吧 好 这个家里基加杆子 啊 里基加杆子 这个 哇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昨天四个人吃了180秒 四个人 那加了多少呀 一个饼加 还不足以三个饼加在一起 加烤饼 还有加的鞭子 他们家没有做的地方 就是买了 然后就得带走的 然后我在这 借座一个 这个里面加了酱比较多的 我的这个 嗯 这个酱好香啊 那也像甜不辣里面的那个酱 嗯 就是甜酱和辣酱 对 甜酱和辣酱 那饼 这边是酥外面的瓶 这是牛肉 好一串 哇塞 这多少钱一串 这是一块钱三个 这个是腰花 腰花 这什么腰子 就是 那个 多少 小 米腰 米腰 就是米腰 这是猪的吗 猪的腰 嗯 然后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 牛肉小串 我来尝一下 就我觉得一口就可以三串 表演一下一口吃这个 还是一串一串来吧 嗯 好吃 嗯 好吃 赞 我知道他们为啥吃了一百多块钱 还有这么多选择 我以为光烧饼吧 我开始以为他们家这个好 是幸好都好 但是这个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 哈哈 还有什么你们吃过的 地方特色美食 嗯 一些很 很难找的 鸡脚嘎啦的 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然后就去试 等期餐店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再见 再见